你先幫我們講一下,剛剛是不是在跟蓬佩奧,然後有跟他聊的事情 他當過美國國務卿,也當過中情局局長 當然是討論一些,討論跟美國一些外交政策的併作的一些細節 國務主席,因為蓬佩奧過去了,其實對中國的態度是很強硬的 那他自己對於您要向中國對話,然後來換取溝通和合理,這樣的一個理論他認同 絕大多數的美國政府官員,他們也不會反對說跟中國對話 只是說對話是一定要對話,因為即使在美蘇冷戰最嚴重的時候還是有熱線 只是說政策要怎麼處理方式,也許大家不一樣,但是沒有人會反對說對話 那你有跟大家談到就是說,你接下來要進選明年台灣的中途大選 然後他有給你一些什麼樣的建議嗎?因為他之前也想選美國的,但是他最後放棄了 有啦,我們問他說你為什麼不選呢? 當然他很禮貌說,because the feminine factor,家庭因素啦 不過這人家隱私我們也不會去問人家這個 當然我問他說,如果我們要選台灣總統,你有什麼建議? 他說這個,好不好,講可以講的部分 他說這樣啦,他說美國跟台灣關係也不要僅限於政治對政治 他說如果下次還可以來美國要拜訪政府的這種部門的話 如果你是一個跨黨派的,而且是有企業參與的 有這種這種比較多元的 所以更容易跟美國政府對話 那他有沒有給針對現在中美大戰下面台灣要所處的角色也給你一些推廠 這一部分是這樣啦 因為這個談談很多啦 我想是這樣啦 他當過國務卿,當過中情局局長 他一定有他很多想法 但是這樣啦,就是說 中美對抗局勢,反正這個已經是事實了 他只是說怎麼做 民主黨、共和黨大家方法不一樣 但是把中國視為是一個重大威脅 這是兩黨的共識 好 謝謝 那邊 那邊 在那邊 嗯 我幫你 找到... 很好 去買店 去去去去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們ICT產品是免稅的 如果台灣沒有加入區域經濟組織 我們所有的貨到其他地方都要稅 所以說為什麼台灣會把所有國家的力量都搬到 這其實是造成整個台灣產業失衡的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中國大陸應該有一個法關係 所以我們的貨物賣到其他國家稅 賣到中國不用稅 難怪整個台灣經濟也被吸到中國去 所以為什麼我們出口40%也會到中國 我們出口40%也會到中國 我們出口40%也會到中國 所以我們出口40%也會到中國大陸 對中國大陸的貨物賣到中國大陸 但是這個英文意義行一點都沒有零 到中國大陸的貨物賣到中國大陸 所以我認為這些都是困難的事情 對於有限制的貨物賣到貨物賣到現在 在美國中的國內 也會到達到中國大陸的貨物賣到中國大陸 但我希望能夠自動作為 都會在香港大陸的貨物賣到中共大陸 可以自動作為一切 We've been told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deeply involved in And so I'm glad that you've extended that And I saw that I hop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elp you think about what this training ought to look like as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See you in Thailand I'll see you there Thank you very nice to see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三、二、一 OK 請問一下 我跟你講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就宣佈從今天起 誰只要再搞出奇奇怪怪的事情 沙無色 我只會講一個例子給你聽 這個有時候每次人家說我都來批評總統 蔡英文當總統嘛對不對 他第一任他出國訪問 他的飛機走勢相關兩萬六千條 這條就夠了其他都不用講 總統專機走勢相關兩萬六千條 其他都不用再講 第一步就是跟所有人講說從今天開始 你再給我搞出那個狗皮倒灶的事 搞出亂七八糟一定啥無色全部清 這樣就好了 因為我自己當過市長我很清楚 我任內幾乎沒什麼必案 因為我就跟大家講很清楚 你只要出事你知道 不管黃清國誰都沒有用 沙無色的 第一步 from now on 就是沒有那種事的地方 第二步 還是要開始跟中國對話 還是要解決 每天都不講話這也不行 第三步你知道很簡單就用我的老方法 每天早上七點半準時上班 凡是那個要追加預算的主案報告 凡是那個預算執行率最差的三八主案報告 員工滿意度最差的三八用這種方式 所以我還是回答你的話 你說三件事 我跟你講喔 真正對這個國家會改變的是文化 企業文化 enterprise culture 這個如果沒有建立的話 永遠不會成功 美國或英國等等的智庫 都很憂慮在五年內中國會動武 那請問在 就是您未來 若擔任台灣總統的話 具體上您會如何避免戰爭 然後如何應對戰爭 剛才講過 不求戰不會戰還是基本概念 我們不會主動求戰嘛對不對 但是也不能怕害怕戰爭 所以要備戰能戰才能夠不慰戰 你自己不夠強你知道嗎 沒有人可以救你 所以不求戰不會戰嘛 但是要備戰能戰才能夠不慰戰 我的意思是說國防力量還是要 還有一點啦 我們現在國防預算佔GDP2%的不到 我們要很誠實的跟台灣人講說 這個錢是不夠的 因為過去台灣政府 就一直發那個社會福利 所以在軍備上的 軍備的那個國防的budget上是不夠的 還有一點啦 那個預期從四個月變一年 你看大家去呱呱叫 其實我坦白講 你知道一年的預期是沒有用的 因為那海軍空軍屬於高技術兵種 那一年哪裡夠 政府要很明白的跟老百姓講說 你不可以什麼都要 你要國家安全你知道 那一定要付出代價